你知道在马来西亚 平均每卖出一间房子 会为经济带来多少钱吗 是约17万5000令吉 是的 你没听错 平均每卖出一间房子 会有约17万5000令吉的效益 国内四大产业交投热点之一的 雪岸俄州 房产交易收益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 最高达3.1% 另三个热点 那就是槟城柔火和基隆坡 则分别占了3% 2.9%和1.7% 虽然吉隆坡的贡献比率最低 但每项房产交易 对经济增长的帮助却是最大的 每单房屋交易 可令吉隆坡的国内生产总值 增加约29万4000令吉 雪州每宗房屋交易 可令经济增长约20万1000令吉 宾州和柔佛则分别是 约17万4000令吉和约15万令吉 买房依旧是大马人积累财富 和获得经济保障的最佳方法 因为购屋所花费的费用 税务和开支 有助刺激消费和生产 不论从制造业或到运输业等 各领域都受贿 购买房屋的成熟效应 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 房屋开销贯穿整个经济 消费者向发展商购屋 发展商则需支付员工薪资 和付款给供应商 而员工和供应商 也向其他商家购买商品等 这样的循环将能带动 整体经济的发展 记住好了 还欣赏 我忘记我访问 这太偶然也有一次 水низ摩 澹 雨 室